好,这个周末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的民众 2024花莲音乐电影节,听音乐 3月1号到3月3号将在花莲的铁道文化园区热闹登场了 将会有难得意见的户外电影辩识放映会 搭配即兴乐手首次的演出 还有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问天祥的大师讲堂 金曲以及金马得主林生祥及生祥乐队的表演 邀请民众来看电影,听音乐,逛世纪 2020年花莲宪府首次举办花莲电影节 响应10月全民运动会在花莲 首届以静之动,用影像来呈现运动的多元面貌 今年花莲电影节,以2024花莲音乐电影节听电影 展新的表演形式,将在3月1日至3日 重现召唤早期电影的记忆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举办2024花莲音乐电影节 那它是首次举办的大型活动 那最特别的是我们在3月1号及3月2号的晚上 有一个户外电影辨试场 那电影辨试是一个在日本统治时期所遗留下一个电影的文化 那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都曾经历过 它有点像说书人的角色 所以会在电影放映的同时 有一个说书人的角色在旁边解说电影是怎么发生的 那二来呢,我们这次非常特别 那因为台湾目前在做电影辨试的表演 多半都是电影直接搭配音乐 然后让观众知道 然后电影辨试在旁边解说 那我们这次做的是现场即兴配乐 所以这是国内很少见的一种表演形式 那会有吴亦伦老师跟乐手们 一起搭配着两部片 一部片是早期的经典片叫做摄影师 另一部片是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那欢迎大家在3月1号及3月1号的晚上 可以来观影这个户外辨试场 我们还有一场是文天祥老师的大师讲堂 那文天祥老师是谁 他是金马奖职委会的执行长 那讲到金马 我们就会想到文天祥老师 很多人在台北都会想要听他的课 所以这次不用去台北听 你只要来到花莲体肇电影院 就可以听到文天祥老师的课 那也有另外一场是吴亦伦老师会带来在 王牌辨试后的辨试小百科 所以他会让大家知道电影辨试的由来是什么 1日2日晚间7点将有国内难得一见的户外电影辨试放映会 联手打造国内少见的户外电影辨试表演 还有水灵国小光影偶戏团 华盛客厅宫启骏电影配乐选欣赏 以及金马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的大师蒋唐 金曲及金马得主林森祥及森祥乐队表演 同时串联市集和园区店家 提供限量200元园区消费抵用券 有请民众这周五六日三天 来看电影听音乐逛市集 记者长邦彦华林志报导